哎我说 你看 你看你别老跑 我说 我这我跟你说 我追你一天了 你别老跑行不行 老鹰多小鸡呢这 不是有意思吗 我说哥哥 郭老二 我告诉你啊 你说昨天晚上 你能有什么事 你能有多忙 相亲的事情 都得让我替你去 我告诉你 你下回这事 可别让我去了啊 哎哎哎 你等会儿 不是 我想让你替我去相亲家 要不是昨天 我跟你保安 把一大爷给送医院去 我能让你替我去相亲家 我跟你说 我还不是瞧不起你 你就你长的模样 我都怕人家姑娘 嫌你长得寒碜 不是咱哥俩 长得有区别吗 对啊 我比你多个美人质 谁拉倒呢 你等会儿看看 你看 你看你憋着 你看 你看你 我跟你说 哎 昨天啥情况 你跟我说说 那姑娘长得好看不好看 还行 反正就给两把斧子吧 就像李逵 啊 怎么说李逵呢 我反正你这 怎么跟你 不是 你听我跟你说啊 这个 昨天 你替我相亲这事 谁都不能知道 尤其是美美 哎呀 我知道了 你赶紧约那美美去吧 我约什么美美 我这给人家送表扬信去我呀 你送完表扬信再约美美不就完了吗 那你现在给我车里等你了啊 你看你别老跑 我又老赢最小弟了 你看你别老跑 扑啥呀 帮我看你扑啥呀 大姑上广榜 高兴吗 起届而气 我俩过来 哎 这个月赵刚子得优秀员工 你没意见吗 没意见呢 那就好啊 主要是这样 赵刚子这个月啊 收到了五封表扬信 你只收到了四封 差一封 哎 所以 小脸 你就差一封啊 哦 你也是的 自己写一封不就完了吗 自己写呀 啊 你见过表扬信自己写呀 你以为像你是那种 挂照片得了你 快点 就挂着那 千万别灰心 哎 下个月你努努力 没准你就五封表扬信了 对 我大股份六封 我把你嘴封成 还找你一圈了 啊 你咋来了呢 哎呀 昨天辛苦你了 是不是 你更辛苦 你看 你背的时间最长啊 我跟你说 今天我来这儿啊 我就是要把你给绊了 啊 你们经理呢 哪是经理啊 谁是负责的经理 谁 啊 我 我谁 是大人 算是 算是 就他 他 他 就你了是吧 站好 好 我跟你说啊 就你们这员工 我这呗 太优秀了 吓死我了 我跟你说啊 你听我跟你说 来 兄弟你过来 昨天是这么个情况 我们哥俩呀 齐心协力摔倒一老头 然后 老头呢 把我们俩送进医院 最后老头给我们便付的押金 不是 不是 大哥 你看你说的 给咱俩整医院去了 那干嘛呀 咱俩 看见一个老头摔倒了 你放松 哎呀 大哥太紧了 太紧了 就是这样 我们两个人 齐心协力 把一个摔倒的老大爷 送进了医院 然后我这兄弟 自己掏钱啊 垫付押金 陪老大爷睡了 不是 陪护了 一宿 陪护了一宿 就这次 我想让你知道 你必须得表扬我这兄弟 我的朋友太好了 我特别赞同 我特别赞同 特别特别优秀的员工 真的 这么一个优秀的员工 肯定少不了他领导的培养 我 就是他的领导 浅针的 你好 我让你表扬他 表扬完了 赶紧去写表扬信 快去 写好了 五分了啊 五分了 我就写了一封 我是说他 够五分了 精整的没用的 这不比那个表扬信有说服力了 行了 我现在宣布啊 于小脸正式残联咱们优秀员工 正式残联咱们优秀员工 正式残联咱们优秀员工 小脸 做好事是小 做好人是大 我要 唐大正正得做个好人 这么热呢 小脸 小脸残联优秀员工 当事人 你是当事人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对啊 我来送表扬信来了 我们俩昨天一块服役老大爷 全体居民评选出 我终于戴上了胳膊姑 我是卫生监督员 谁乱到垃圾 我让他哭 今天第一天上岗 哎呀 公司放大假 年假 没事 干点有意义的事 其实啊 这两天我老陪我女儿了 我女儿啊 学各种班 我自从带她我才知道 现在孩子可不容易了 各种学习班 哎呀 这孩子没怎么学会啊 妈家长全会了 其中有一课 我印象特别深刻 想听吗 我给你讲讲 说啥吧 世界万物都有爱 你怎么对他 他就怎么对你 你比如说你在家里 不小心啪啦 踢着桌子了 你咋办 你平心静气的 对他说声对不起 他没回答你 但是 你的心灵得到了一次洗涤 然后 你就平静了 你慢慢的越来越平静 你知道吧 你平静了以后 然后 你 你干啥呢 发现了他的特点 一踢他 盖就盖上了 要不然他之前 那样用手掀 多脏啊 向他说声对不起 我干嘛要上垃圾桶 说对不起啊 你踢他了 踢他也不疼啊 你呀你呀 哦 你踢一脚 我踢一脚 他踢一脚 那这垃圾桶就坏了 垃圾就流出来了 那个味道满天飞 咱们小区也怎么过 另外 我有孤 我是监督员 我这老脸往哪割 我又不是故意 你快点 给你道歉 我不想跟他道歉 世界万物皆有爱 对吧 你对他平心静气 说一声 对不起 没关系 我 对不起 好 我替你骄傲 行吧 我收着垃圾去了 好 怎么样 这就是素质教育 对不起 非常简单 你说出来 然后你的心里就平静了 对不对 回来 扔到垃圾桶里 不行 小医夫也要挺不住了 对不起 快说 你帮我扔一下头来 你说声道歉 我回来就道 你要不要指 你闹急忙慌的 诶 那个 木哥 你看见前段的没 没看见的 没看见的 我帮你找他 没事没事 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我自己找 我自己找 你回来 啥呀 垃圾就往这扔啊 不往这扔 扔你家去吧 什么扔我家去 扔到垃圾桶里 关你啥事啊 你干啥的 不 卫生监督员 看见没有 哎 你哎 占我便宜 你说那个好都盖上了 我咋扔 你多脏 你掀开往里放啊 咋掀 好嘞 回来 哎呀 干啥 我跟你掀开的 另外快点快点快点 哎呀 你这人事真多 你这一会儿 垃圾老头不就来收了吗 什么 垃圾老头 你什么素质啊 什么呀 那叫保洁员 垃圾老头呢 人家 洗澡谈黑 风雨无阻 人家打扮我们这个美丽的城市 你 你对得起人家吗 不注意 来来来 素质教育 先说声对不起 哎呀 不注意 倒是垃圾嘛 你这 自己来 放进去 你怎么能把垃圾弄针啊 对呀 垃圾 你还卫生监督员呢 乱让垃圾 你快 你跟我道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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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黄阿姨的 我 我的垃圾 可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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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歉 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奥巴 你可别狡辩了 你道歉就这么难啊 谁道歉 你道歉 一开始 你过来 你别走啊 刚才你的垃圾扔到哪去了 对呀 这不是你的 我垃圾呢 你垃圾没有扔到桶里 我帮你扔进去的 扔完了 弄走了啊 你都在 道歉 素质教育 来 道啥歉呢 咱也忍不住 孤 谁孤啊他 人家有孤 啥意思啊 道歉 快点的 不 小姨父爷爷 咱是 咱是亲近 道啥歉呢 扯着没用干啥呀 老师二也孤了 我六亲之认 快点 道歉 行行行行 到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那边没事吧 这是道别 道歉 好好好 小姨父爷爷姑姑 对不起 行了吧 行了吧 是真 我这个 有些非识 你 干啥 你呢 你看你呢 不是 我说锅子 你今天跟我俩杠上了 是吧 对呀 素质教育 知不知道 黄小黄 他呀 今天第一天当官 得谁跟谁干 把他放到垃圾桶里 然后对我说声道歉 你信不信 一会儿我让他跟我道歉 我不信 你就看着吧 你配合我 郭哥 你今天在这干什么呢 我干什么 创成 现在我们都在创成 大家都在干好事 你是什么行为 哎呀 你咋知道我没干好事呢 我干的好事可多 你干什么好事呢 五万块钱我借给海洋了 他俩搞的那些钱干啥呀 你小点声海洋病了 需要做手术 我借给他了 他刚才腿叭家掰这儿的 也不想有病啊 怎么你都没 不是我估计也不是什么疾病啊 你先把钱要回来 我就用三天 三天之后比如说五十澳子借的 你要这些钱干啥呀 有一个楼号啊 四点半之前必须交其十万 第二天我准手就能再挣十万 这钱你挣不挣 当然挣啊 要不要 不要 这是我兄弟 刚借给人家 我好意思要回来啊 怎么这么废 怎么的了 你听我的 别这声 兄弟 你赶紧欣赏你哥呢 你哥呢有病不去呀 大哥呀 我刚才我俩聊半天 他也没说他得病啊 我忘了呗 忘了 大哥 你到底得啥病了 我得啥病了 你得啥病你自己不知道啊 我忘了 对呀 他忘了 忘了 这在医学上就叫什么 啥 什么墨证来着 对 就说你大哥 现在的小脑啊 就剩盐泡花上米那大了 哎呦我的 媳妇啊 我这病就不那么严重嘛 你看 又忘了 昨天晚上谁把床尿了 我多大岁数了 我还尿床啊 你放着 我那都发盒了 都忘了 你放着呀 你怪不得我大哥两年前 管我老公寄 对对对对 我大哥都啥样了 这个时候你还提这事啊 不是呀 这机妹啊 你跟说两年前了 就是你大哥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了 他就开始写日记了 如果不写日记的话呀 啥事都忘了 说你写日记呢 什么玩意日记啊 你日记搁哪儿呢 你看又忘了 什么吗 我临出门之前不是告诉你了吗 在你的小书包包里 哦 嫂子啊 那我大哥得着病 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这么跟你说吧 好 医生说了 咱们正常人的小脑呢 是土豆那么大 现在你大哥的小脑呢 就花上豆那么大 如果要再不及时治的话 就跟小书那么大 以后你大哥往屋里这么一站了 我就得给他储花盆里了 哎呀 那我大哥不都成职务人了吗 我大哥这病得太严重了 嫂子 刻不容缓 赶紧上医院吧 上医院行啊 他没钱呢 你 如果你刚借五万块钱 他脑花包是不借你了吗 你行了吧你 兄弟 弟妹你别听他的啊 我没事 五万块钱你赶紧拿走 赶紧去看病去啊 大哥脑都不好吃啊 他不是管你要钱啊 大哥呀 你说你都啥时候了 你还能递着弟弟得病的事 哎呀 这真是请你无价呀 不是兄弟啊 怎么就 哎哎哎 我的大哥呀 哎呀没事 大哥 哎哎哎 太阳这个兄弟真是没白处啊 对对 这么的大哥 哎哎 这五万块钱你拿的 哎哎 我不是要 一定 行行行行 弟妹 我们就不客气了啊 谢谢 哎呦 你先拿着我接个电话 哎呀 来电话 喂 喂 怎么了 啥为了 幸福城那个楼号卖出去的啊 幸福城楼号不让你留着吗 哎呀 我知道四点半之前筹钱嘛 我知道四点半之前嘛 哎呀 我这钱刚筹着 哎呀妈呀 四点三十五了 白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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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 可疑 操 怎么办啊 我放 说的 是不是一个楼啊 因为你说 不是嫂子 你先别说 嗯 再来一起说 一二三 幸福城 哎呀 呀 媳妇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我不是 你是不是 我不是 快快 你来 哎 这事儿嫂子错了 不是嫂子我错了 那个我不敢让你大哥装病 我不敢让海洋装病 那个嫂子对不起你 那个嫂子我对不起你 你被你变成正客气 嫂子受不了 哎哎哎哎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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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呢 还拜上了你这俩呀 你说你拜着 你说你办的是人事吗 不是 你说你办的事是人吗 不是 你说你办的事去不去的 缺德 你办的事缺不缺德呀 缺德 这么骗我大哥你丢不丢人 丢人 这么骗我兄弟你丢不丢人 丢人 那大哥本来欠我五万 你这么一点我还欠人家六万 我本来欠人家五万块钱 我 哎等会儿吧 哎哎 你等会儿兄弟 啊 你说说啥呢 我啥时候欠你五万块钱呢 哎 我忘了 我忘了呀 大哥呀 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 啊 两年前你做生意 你在我这拿五万块钱 后来也没打欠票 可能这两年多呀 已经忘了 不可能 我告诉你我前任风是爱借钱 但是我借钱肯定乱不了 而且我肯定还 肯定还 哎 你等着 哎呀 我跟你说我有账本 我查查我就知道了 还有账本 你看看 看见没有 第八页 借孙海洋五万块钱 记着呢 你看 你没忘吗 我能忘吗 你没忘了两年多 你咋不还我呢 这不才还到第六页吗 我爸前昨天才还 怎么呢 这肌肉也够多的了 不是不是 兄弟啊 我跟你说你 你这么着急 要你那五万块钱 是不是真的是看病啊 我跟你说 咱是兄弟 情义无价 我没病 拿过卖甜 我也得把这钱给你 我相信 我真没病 你看哪 你看哪 真没病 你看我现在有病要吗 我没病 你也能做 你还不相信 你还干嘛呀 哎呀 哎呀 我相信了 我真没病 你看 哎呀 我这兄弟啊 兄弟你从那 到这 看来你是真没病啊 没事啊 这回有病了 赶紧说我去医院吧 你又问啥呀 我这刹劈出去 啊 收不回来的 上医院了 慢点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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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话啊 情义就 但这也不是大风寡来的 你总得有个数吧 你说多少钱 不用 你说我朋友都在这呢 你说吧 真不用 得钱 真不用 该多钱多钱得了 几个九 九万多呀 九百九十九块 九毛九 哦 九百多 那还挺合理 哎呀 那你说 这么珍贵的礼物 这么珍贵的礼物 我不能白要 这样我送你一点什么吧 哎 情人节礼物都是互换的 是吧 对 这样 我送你个大红包 九百九十九块 九毛九 收钱 收到 我说浪漫哥呀 咱就别浪了 吃饭吧 还吃饭呢 那多不好意思啊 有啥不好意思的家都来了 起来来来 起坐 谁当不利子 哎呀 哇 这么丰盛呢 哎呀 哎呀 这这这这都是啥呀 咋还有大葱干豆腐呢 那个 这样哈 这一桌子饭呢 是我散落在祖国各地的七大姑八大姨们给我寄来的 啊 那个 你面前那个 大葱 你说啥 大葱 啊 大葱是自己种的 啊 啊 去哪里干豆腐 啊 自己压的 啊 还有 这个妹子 自己磨的 啊 茶碰 哎 金蛋糕 金蛋 别管我一个人吃 你俩不吃吗 他俩呀 哎 哎呀 你酒就算了 我不能喝酒 他说他不能喝酒 哎 呀 呀 那 他咋回来了呢 他是谁呀 大星哥 看着日出没呀 我光看到日出了 都看到月亮升起来了 你是咋回来的呀 我回了棋盘山看林子的狐狸园 感谢110 感谢120 现在啊 跟哥走 干嘛去啊 干啥呢 赌了你看这主意 来我 赌了 赌了我 赌了我 赌的 有啥呀 有啥 今天情人节 我就得把你支出去 我家里有客人支撑吧 有客人你让我在家待着不就完了吗 你给我弄伞伞干啥 你看逗得这样 今天不是过节吗 冰尘玫瑰 我啥也不说了 我简直太有远见了 怎么样 他是不是要狡猾 马上就要狡猾 我狡猾什么呀 伞伞都快不行了 能不能不哭 能不能不哭 你别在我家哭 回家哭去 我这有客人 你好 你问我干啥呀 问他去 我知我介绍 你别说话 干啥呀 你问他去 我问谁 你问他去 我都问你 我不知道 你问你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问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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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我爹 你骗我 你长得像他爹 他就是他 他就是他 男朋友 你知道你还问我 你知道你还问我 你就是说我的 你死了 我行为老男子 你死了 你妈都不能怼我呢 你不要怼 你还给我装鸽子 是不是啊 大鸽哥 不是我说你 就知道你来了 得捣乱 我跟你说 王小翘给你直气翻山 都直劲了 要搞我呀 我早给你 这珠缝上去了 小美丽 不用跟他做过多的解释 我告诉你 他就是我男朋友 打电 不是 我跟你说啊 建空流师傅 咱们这个小区啊 电闸坏了 现在整个都停电了 我知道今天是周日 还得辛苦你 马上过来一趟 对辛苦您了 马上过来一趟 好嘞好嘞好嘞 哎哎哎哎 谢谢啊 哎呀这余小脸 他气死我了 余小脸 出来 那个 教经理 要没有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 啊 回去什么 你说你犯了多大的错误 怎么还在那吃呢 哎 哎 不愿我呀 他这面有问题 人家都一下就吃完了 他这一桶顶一桶半 也吃不没呀 你给我放下 你过来 你能不能让我省省心呢 啊 那我怎么老不让你省心呢 你让我省什么心了 啊 咱们小区配电室 那个总闸 有点小问题 让你去看一眼 谁让你擅自动手去修了 我不行 你睡一下就得好吗 你股床好了 好 好 好样坏了 怎么这样好像坏了呀 直接让你给干瘫痪了 我就问你 你对这总闸做了些什么 我可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做 他怎么瘫痪了呀 你说你可真行啊 啊 电的知识你也不懂 你也不会修电 你怎么就敢上去动电呢 谁说我不懂啊 那我成天拿手电筒巡逻 我要手电筒 电动做什么 你要能让手电筒电动 你就是有毛病 这么跟你说 赵经理 就小时候 哎 只要我爸我妈 敢买加油电器 我就敢给他拆了 你那是败假 啥败假呀 我要搞研究 哎 为了拆开 我一样一样的 琢磨清楚 看清楚 我咔 再给他装上 肯定少不少零价 不仅没少 还多了好几个呢 你可你还发家致富了呗 站起来 你太不像话了 我告诉你啊 由于你的失误 造成小区整个停电 给人家业主 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物业已经决定了 对你 罚款五百元处理 五百 照项理 五百太多 关键我现在 我没带那么多钱呢 我要给你垫上了 你下月发工资 就别忘了还给我 至于吗 至于吗 那每个店就至于这样吗 那老祖宗 下生的有店呢 我不会担任你进化吗 咱们老祖宗 花几千年的时间 好不会把我们 弄成现在这个样 让你咔嚓一下 就会弄回到进化钱了 干干嘛干嘛去 不是 你看你 你看赵经理 你看赵经理 这点 你要改 你别老跟我板个脸 你给我笑一个 我跟你笑什么笑 以后你少给我惹点祸 少出点错 或者你立功受个奖 你别说对你笑了 我跟你跳一个都行 跳一个 你看你 别生气了 大姐吧 大姐吧 你们物业还行不行了 停电之前 能不能给小区的业户 支一声啊 瞅瞅瞅瞅的 咋的 今天你掉坑里了 掉什么坑里了 人家大美姐刚买一个纹梅机 正在那摺摺给我纹梅 你这哗就停电了 刚闻完一只 这只闸场 哎 赵经理 以后你小姨子就不叫二米粒了 他就是江湖上传书赫赫有名的大侠 一只梅 一只梅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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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呀 大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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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给大姐夫干个大虾了 走 大姐吧 对不起 能不能看准了再踹啊 他跑得太贵了 不是 关键是啥 二米粒我真不知道 那这给你造成这么严重后果 我要知道的话 我能瞎整吗 我告诉你小脸 我逮着是纹梅呢 我要跟他扎双眼皮的话 我告诉你 你这不是瞎掌呗 你直接给我掌瞎了 你知道吧 这样 二米啊 行了 别说了啊 你现在赶快到咱们小区外边那美容院 把这只给闻上 这玩意多吓人呐 啊 关键是磕着呢 我知道磕着 你说你能无业干啥呢 啊 能不能事先通知医生 是是是 我磕人呢 你说呀 是是 这都什么玩意呢 你说 耶 棒啊 哎 谁啊 二米粒啊 二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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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说 多点东西 什么眼神啊 什么多点东西啊 人缺点东西啊 哎呀 人缺什么东西啊 缺一条眉毛 你都别说话了 你也别说话了 不干了 那这个挺健 你这个午夜 怎么不通知我们医生呢 是是是 那个王叔啊 您别着急啊 这个责任赖我们 是吧 他这个电闸坏了 这个电闸好好的 他怎么就能坏了 哎呀 那个 是这样 那个电闸有点小问题 哎 他俩也好心 就去弄一弄 结果一下没弄好 就给弄坏了 我拖不下来 我拖下我弄死他 不是 干嘛呀 回来 回来呀 回来 回来我那一杠鱼了 回来 你说这挺健 电闸鱼 我们还能坏你一杠鱼 你知不知道 俺家养了一杠鱼 你知道吗 特别好看呐 这两天我就觉得 那个鱼杠 那个水啊 有点浑 我先给换一换吧 哎 今天有时间 我给换了 换完之后 汽水得打痒 你知不知道 对啊 不打痒鱼就得缺痒 我杠鱼打痒 惊天了 可怜我那一杠鱼啊 在那钻鱼做变的 那个王叔啊 这个只只会你 比那鱼都难受 你捂的我更难受 你起来吧你 一边这样 你再给王叔捂死咯 哎呀 王叔 你这种消消气啊 你看看 你给咱们业主 造成多大的损失 那个 实在不行 看死几条 我赔你呗 你说那个话 那个倾巧 你赔得起吗 我那都是 好品种的热带鱼啊 什么鱼 热带鱼啊 我以为啥鱼呢 没在这就不定了啊 我二大爷 专门养这种鱼的 是吗 他在周山 有个养鱼石 全是带鱼 一坑一坑 我们是热带鱼 不是个带鱼 两带鱼不都是带鱼吗 这就不是很带鱼 我以为你能够 我以为你带鱼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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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带鱼不得